很多同学很好奇 就想知道 斜行这个动作 在竞赛套路五十六式里边 还是老家一路里边 还是新家里边 到底有什么相逸之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说 陈泰玉拳竞赛套路五十六式的 斜行奥布 重心在左腿右脚平须部 那他的斜行奥布怎么练呢 右转微合 左转起身 阵脚铲脚推掌 身体右转 左手下按道小斧 转身拉开 右臂平铝向外 年长松沉 眼睛看右手 不斜身正 看右手 这个是我们竞赛套路 五十六式的斜行奥布的一个通常练法 老家子怎么练呢 右腿是实腿 左脚是须部 首先呢 类似于一个后捋的向左 向右的后捋蝉丝 结合蝉脚开步 左手不是推掌了 而是顺蝉向内 蝉进来 不是推出去 五十六式太拳 这个手呢 是直接下落在小斧前 往前领 而传统套路 更注重解解贯穿 所以五十六式这套拳里面 是那样做 老家里边是 捧好在胸前 陈跨以身领手 肩肘手走下壶 解解贯穿拉开 传统套路呢 飞圆济湖 所以右臂的拉开 不是平旅拉 走上壶 松沉暗闸 眼向前看 也是不邪深扔 与五十六里边的 有相似的地方 有相依的地方 而新架的 蝎星凹布 区别更明显 过来之后 右腿逝时 左腿逝须 这里边有一个 松活弹抖的开合 转身 坐腕立掌 重心前移 手望左旁 开步的时候 手脚 对拉 铝 身体右转 左手上脸 右手下 右手外旁 按掌到腹前 转身平旅 按在左膝上方 公布向左 左手勾手拉开 冲出来 蹬腿 转腰 斜脚松沉 右臂不在右腿上方 但是不是说身体朝震动 而是侧身斜脚定式 类似的相依的之处 同学们了解了没有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及收藏 谢谢大家